你见过男女混住的监狱吗? 在东南亚的菲律宾就有这样一所地方, 可以说这所里简直是男女友们的天堂, 因为里面部分男女全部混住在一起。 男女友每天最大的快乐就是在劳动时间找个美女搭讪, 而女友也会用马桶跟楼上的帅哥聊天。 这所监狱的名字叫黎衩监狱, 除了男女混住还能恋爱生子, 是菲律宾所有罪犯们心之向往的地方。 那么它真的有这么好吗? 除此之外,还有什么奇葩的规矩? 今天我就带你揭晓。 大家好,我是地球零距离, 在节目开始前麻烦帮忙点个赞并关注一下, 谢谢了。 黎沙监狱位于菲律宾首都玛利拉的郊区, 被称为是玛尼拉甚至是菲律宾条件最好的监狱。 它同时也代表了菲律宾监狱的最高水平。 我在这里简单地为您介绍一下, 菲律宾的首都玛尼拉, 玛尼拉的人口将近1200万, 由于占地面积不大, 是世界上最为拥挤的城市之一, 因此这里的犯罪活动也很猖獗, 这导致其司法系统长期超负荷运转, 监狱更是人满为患。 位于首都郊区的黎沙监狱并不是特别大, 但在菲律宾却非常有代表性, 里面关押了150人, 其中男性130人, 女性20人。 刚进入监狱基本都一样, 就是开始搜身之后是信息登记, 而里面条件相对一般, 好不到哪去。 检查完之后, 狱警们的工作其实就算完成了, 因为在狱区内部是被一个叫做史伯尼克的帮派管理者, 谁能做什么, 睡在哪里, 都由他们说了算。 帮派的领头人叫卡利托, 他因强迫女人甘休事, 被判了20年。 他管理的狱区关押着30名狱友, 一群人整天都在狱区的过道里看电影, 闲聊。 每个狱房内有四张床, 每人一台小风扇, 虽然条件不好, 生活用品该有的一样都不会少。 刚进狱区, 老大就会讲解这里的规矩, 首先是不准去伤害任何人, 不要动别人东西。 新狱友进来后, 首先会面临选择题是否愿意加入他的帮派, 那样可以享受到一些特权。 如果不愿意加入, 要么干活, 要么就交钱, 也可以选择每天扎两个小时的马步, 如果狱友仍然不听话, 那就免不了一顿皮肉之苦了。 或者每天都被关在狱房里不准出来, 到了点名时, 所有人都会站在通道里, 然后狱警在大门外看着, 只是简单地查一下人数就结束了。 晚上睡觉时, 每个狱房都是不关门的, 只有楼区的大门关闭。 因此, 如果你是明星人, 长得又白白净净的话, 在这儿的第一个晚上碰见这种人, 估计一晚上你都睡不着。 如果不愿意加入帮派, 而选择干活的话, 都要做些什么呢? 首先是擦地, 他们擦地的工具也很有菲律宾特色, 是切开的椰壳就这么一点点在地上打磨, 之后是打水, 主要是用来洗澡, 煮饭和冲厕所。 这座浴区不提供熟食, 但会提供食材, 狱友们需要自己搞来厨具, 然后自己做饭吃。 他们的厨房区是男女共用的, 不仅可以做饭, 还可以一起聊妹。 打到水后, 首先就是用来冲洗厕所, 毕竟三十人挤在一起, 如果不保持好厕所卫生, 那气味无法想象。 除了这些之外, 他们还要负责打扫每个牢房的卫生, 洗衣服, 做饭等等。 一般很多新人在两周后就顶不住了, 然后只能选择加入帮派。 那么都加入帮派了, 谁来干活呢? 他们就按地位或轮换打扫, 一生最悠闲的除了老大, 还有他信任的几个人之外, 那就是有钱人了。 比如, 有一位之前是百万富翁的育友, 他选择每月给老大交一笔钱之后, 就可以既不打扫卫生, 还有人伺候他, 并且在育区里地位还很高, 因为他是老大至关重要的财主。 这座育区关押的还有二十名女性育区, 一般情况下, 他们与男性育区是分开关押的, 但有时候也会一起交流, 比如打水或者使用厨房的时候。 因此, 很多男女育区就这样走到了一起, 他们每周都有单独相处的时间, 有的情侣还在育区里有了自己的孩子。 比如一位叫罗纳德的育区, 他的女友也是被关在这里, 两人有了一个三个月大的孩子。 他在这所监狱已经14年了, 但当时他才迎来自己的审判时间, 他希望在审判的时候能给自己带来好消息, 因为已经坐了14年牢了, 应该放自己出去了, 那样他也可以把孩子带出狱区, 好好的把他抚养带大。 篮球场是他们放风的地方, 也是他们日常的活动中心, 是可以随时出来到这里自由活动的。 他们还把这里当成了一个小工厂, 制作很多日常用品, 比如家具, 小吃等等, 他们甚至还有一套自己的音响设备, 进行一些娱乐活动。 后来罗纳德等到了自己上法庭那一天, 育区负责押送的人全副武装等候着, 经过询问才知道, 好像罗纳德在外面时, 是一个贩卖毒品的集团成员。 而狱区这么谨慎, 就是怕到外面会有他的同伙劫狱车, 这也说明他的案子可能不像他自己所说那么简单。 押韵罗纳德的车走后, 另一辆车刚从法定回来, 他就是女育友们的老大爱马, 他已经被关在这里八年了, 回来时所有工作人员都在跟他打招呼, 并为他感到开心。 因为他刚被法院宣判无罪, 等手续办完, 他就能被释放了。 回到女性狱区后, 其他犯人也开始为他庆祝起来, 但有人欢喜, 有人愁。 爱马等了八年, 才迎来自己的审判, 而其他育友还不知道何时才能轮到自己。 没多久, 去法庭的罗纳德也回来了, 狱区老大也很紧张, 因为罗纳德是他最信赖的助手之一。 案子果然没有他说的那么简单, 原来他还犯了其他事。 他被判了二十五年监禁, 这意味着除掉已经做过的十四年, 他还要在狱区待上十一年。 而且一个小时内, 他就要被转移到一座安房级别更高的狱区, 在这里他虽然地位很高, 但是去到西狱区, 他也是西狱区的新人, 要经历一场被人欺负的经历了。 原来他还害死了一名警察, 而且他还有卖毒品, 这哪一项放到我们, 这都是够受罪的。 所以说二十五年已经算是不错了。 罗纳德人员还不错, 走的时候其他狱友都在偷偷给他钱, 这是为了到新狱区, 能帮他很好度过前期, 毕竟有钱好办事, 大家看上去都很难过, 更难受的是他的女友带着一个三个月大的孩子, 等罗纳德出狱区后, 他的孩子应该都已经十二岁了, 省里的狱区比黎沙监狱条件差非常之多, 一进门就能感受到明显的差别, 这里的条件非常差, 狱房严重拥挤, 原本涉及二十八人的狱房, 却被关了七十多人, 有地位和有钱的狱友才能睡到床上。 在外面被搜过身后, 到了这里还要被搜一次, 因为这是狱区老大的要求。 新来的狱友就这样在七十多人的目光下脱光衣服, 还要摆出各种造型来接受检查。 检查完之后什么也不干, 只能坐在地上虚度光阴, 同时还要防止被人开游, 被人揍, 晚上也只能睡在地上, 被各种蟑螂、蚊虫叮咬。 跟上个狱区一样, 这里也被一个帮派控制着。 那如果你就是不服怎么样呢? 要么会被每天揍得生不如死, 要么直接就是意外去世。 七十多人还不算什么, 因为旁边一个同样大小的狱房里, 却被关了160人, 是上个狱房两倍还多。 其实, 狱区的条件好坏, 跟这个国家的经济关系很大。 如果跟贫穷国家的狱区相比, 发达国家的每座狱区, 其实都算豪华狱区, 但是, 不管是豪华的狱区, 还是条件不好的狱区, 那就是个狱友接受惩罚的地方, 而不是享受养老的养老院。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违法, 因为一旦你犯事被关进狱区, 你就失去了最重要的自由身。 不过对于那些狱友们能碰到狱沙狱区, 想必也是非常幸福的。 你们说是不是呢? 欢迎在下方留言评论, 咱们下期再见。